一般的评估是这样 就是说他直接攻打台湾 几率相对比较低 最有可能是用封锁 就是余将军刚刚讲 可能用火力封锁 用船只封锁 那其实美国日本 包含我们台湾自己 我们都做好准备了 反封锁 因为你有封锁 我们就有反封锁作为 那封锁 你要一个船 钉锚在船上 不让你出来 这种不流行的 也没有这种笨蛋会这样打 他一定是 把飞弹的射程 把你划出来 说这一块是我的飞弹演习区域 它一定是用演习来封锁 那我的演习时间 一个话给你划半个月 那就要超过你的 天然气储存的时间 我划半个月 这段时间你不可以经过 你如果经过的话 对不对 那你就羞怪枪炮无眼 飞弹无眼 打到你我不负责 那可是呢 当你让我的人民生计 受到破坏 受到影响的时候 你在做演习的时候 我就可以做防空的走廊 我可以建立防空走廊 在这段时间 建立防空走廊 然后由军舰开到 让我的送汽船 物资船 油料船进出 那这段时间 就不再是我们单一的雄风飞弹 单一的天宫飞弹 单一的爱国者飞弹 来开辟整个防空走廊 是包含了美国日本 因为那也是他的行政枢纽啊 日本的天然气 也要经过台海 你一封 日本也过不去啦 你一封 后面包含琉球群岛 一直到日本 我们要讲嘛 这是一个东南诸岛 这块地方 跟台湾是连在一起的 其实中国自己也会受伤 因为中国进出太平洋 也要经过台湾海峡 是 你如果不出来的话 你到这边完全用陆域 那个成本太高 而且呢 也没有那么顺利 也没有那么快速 所以他自己也要走 所以商人的时候 自商七百 商人三分 自商七成 就是这个状况 所以我说 要封锁台湾海峡 容不容易 讲起来很容易 做起来 自己也会受伤 所以美国 当然要担心啊 因为美国知道 这种专制的国家 它发起风来 它可以让人民不吃饭 可以让人民 勒紧裤腰带 大不了再给它封锁 这个封控一个礼拜 封控一个月 那可是台湾受不了 日本受不了 全世界受不了 所以美国才会讲 我们随时做好了 今天晚上 就要特阻让解放军 不敢动武的准备 这也表示美国的决心 那么我们自己 也拿出了态度 我们自己所有的飞弹 包含了海风 雄风 飞弹全部都就位 因为要保卫 全台湾人民的安全 就靠这些人 那现在连远在欧洲的 这个法国 周刊封面 Le Boyne 这个算是焦点 然后他说 北京入侵孔锁定高雄 这个就于将军刚刚讲 我刚讲的 所以这个显然就是一个 有可能是深冬及西的战术 就是深冬及西 就是深冬及西 因为用外国人的看法 他觉得高雄跟赫尔松 有异曲同工之妙 都在南部 高雄跟奥德萨也很像 它是全球第17大港口 是台湾最大港口 所以说他认为 如果解放军 想要扩增他的舰队 高雄港是最佳的地方 完全所有的吊挂设施 进出港 还有港的深度都够用 所以他们认为 这跟奥德萨 跟赫尔松 有异曲同工之妙 所以中国一定会先拿下它 可是他们忘记了一件事 奥德萨或是赫尔松 他们是整个在大陆连带里面的 可是高雄它要渡海 然后这两个月是东北季风 最强劲的时候 你的渡海你的船 不容易定向 而且你隐秘不容易 然后最主要是 要渡海作战 大批的部队 10万部队 你要登船要集结 那么其实在卫星征兆 还有我们整体的部队情势里面 早就掌握到了 所以不会像克里米亚跟赫尔松一样 这么容易被拿下来 但是我觉得这个大家不要轻视 因为我觉得既然有这个情资 我觉得国防部一定在调整 所以这段时间 我敢保证国军现在休假 一定是主官主管 不能同时离营 所有的战备部队会从六分之一 提升到大概四分之一 会做战备提升 因为我们绝对不会 因为情资觉得好像没有那么逼真 我们就不重视 一定会强化重视 这才是国军业有的态度 其实美国人 美国的民族性跟中国不一样 中国说随时做好 今天晚上开战的准备 那一定是骗人的 但是美国人这样讲的时候 他就真的做好准备了 玉慧你要补充 是 因为我们刚才看到了 法国的这个观点杂志 那他在这个封面上面 他其实写得很清楚 他就提到了刚才 于将军所讲的 在这个当中 或许高雄是法国的 这个杂志当中提到了 他们认为说 如果中国要武力犯台的话 很可能打的是高雄 但是习近平在20大的讲话当中 他有提到一点 这是现在全世界 所共同关注的 过去中共一向都是 你只要台独 我们就打 他老是打什么 岛内台独分子 怎么样的 可是今年习近平 在20大的讲话的时候 他非常特别 他谈到的是外国势力 所以现在 他特别在20大的时候 谈到外国势力 所以我们现在必须把整个的视野 谈到台湾跟中国 把它拉大看 你会发现 中国现在对抗的是全世界 所以法国的 Le Point 刚才那个杂志的 那个封面上面就写 他说现在是美中对抗 是美国跟中国的对抗 所以现在 我们台湾内部 我们一定是要 好好的 赶快利用时间 把自己建立好 不管是豪猪也好 或刺猬也好 好好的我们心战 我们所有的国防 我们都要准备好 但是国际上面的情势 我们更要准备好 所以现在国际上面的情势 是包括美国跟日本跟台湾 我们现在站在同一阵线 但中国懂不懂这个情况 中国看得清不清楚 我相信中国应该是看得清楚 只是中国现在 习近平他到底会是怎么做 这是现在全世界都在观察的 我相信 谢谢大家